好 今天是接到可以发问题了 好 想问一下三位 这次接到邀约是一个怎样的契机呢 其实就是接到和准备邀约 然后我们商业非常开心 然后能够得到未来指示关系 这样有一个风险 我非常开心 那对于这样一个称谓 自己喜欢吗 我觉得是挺喜欢的 因为就是有一种未来感的 感觉就是挺青春的 那其他两位呢 很开心呀 很开心 我觉得这名字很有科技感 很为难的 那考虑了多久是准备决定入职的呢 考虑了多久 就考虑了那么一小伙吧 这次就是担任这个未来指挥官 是有个怎么样的感受呢 感受其实就是比较 其实我们三个 就正常来说还不能入职嘛 就感觉就还是挺新颖的 对 有没有要求说公司给自己 就是有一个这种桌位呀什么的 那还那还没有 如果有的话就还可以就是自己 对桌子摆一下东西啊 摆什么东西呢 如果让你们选的话 选三样 然后每个人说一下 就是哪些水呀水呀这种 就是命用品 还有就是电脑 嗯 还有 还有 还来一点就是那种 什么资料啊书啊这种书籍啊什么 嗯 王妍呢 就是写三样 水十五 然后电脑 就是电脑 然后一直往水电器 抽电器 嗯那这那个 这一盘马上就要开学了吗 然后就是开学之后呢 有什么不一样的打算吗 嗯 其实 要说不一样的打算 嗯 就没什么不一样的打算 有什么目标呢 目标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 就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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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一的话还是就是多多学习 就是多多学表演 就是多多学表演 就算多一点 嗯 着重一点 对就是不会接那么多那么多功能 嗯 嗯 那千禧前段时间有人去看了五月天的演唱会 嗯 你最喜欢里面哪一位哥哥呀 您都喜欢 嗯 然后 他们的演唱会 就是我觉得 就跟粉丝之间的默契 然后还有他们之间 就是一些他们自己的音乐 我觉得 就是都挺 就是会成熟 然后又很心灵的吧 嗯 觉得五月天的他的音乐 会对你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嗯 因为小时候也经常会听他们的歌 然后就是 会陪伴很多人的成长吧 嗯 哎 如果是能出一首个人那个单曲的话 你们个人希望会是什么样的风格 单曲就是自己喜欢的风格 对 是大概什么样的具体的风格呢 嗯 嗯 肯定 就还是有些人 通俗的 嗯 具体的就是看自己喜欢的 嗯 然后圆圆的话 你在那个南京的演唱会上表演了钢 钢琴弹唱和舞蹈的solo 嗯 然后 之后 之前还有那个吉他的弹唱 你觉得自己最擅长的乐器是什么呀 都不擅长 嗯 就是 三角猫 就是每一次 银场之前 运行其实没有太多时间练 就是银场之前会加紧赶快训练 就是还是觉得自己 不够 之后需要再继续的 嗯 之前也有自己创作过过歌曲 有没有想过往创作型的歌手这方面进行发展呢 嗯 那是我的目标 嗯 明天就是七七节了 有什么想对粉丝说的吗 嗯 七节快了 哈哈 那个千禧吧 就感觉都在讲了 哈哈 圆圆的 好好赚钱 好好赚钱 就马上就因为要入职了吗 有没有就是请教前辈贾奶量啊 就是一些职场经验啊 什么的 呃 待会我回去向两个请教 因为两个现在应该还挺忙的 嗯 嗯 因为上一张专辑是15年底进行发行的 然后最近有没有一些新歌或者新专辑的计划呢 嗯 已经在筹备了 就是在最后准备的阶段 你看就会有关系了 嗯 啊你们有没有特别想要挑战的一些曲风之类的 嗯 就是 比较想要挑战的一些叫电子RMP这种风格 好 郑凯就是马上要上大一了 有没有在学习上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呢 嗯 学习我觉得 就是还是想就是 就是多多的去 就是 在学着里边学着东西 嗯 所以我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特别大的目标 我对自己来讲就是 可能就很高考 摆三大楼 我觉得我的目标 因为我就会知道我要去干嘛 但是你知道我突然想一个 我突然还真的想不到 有没有想过自己以后过这种集体生活 会适应吗 就是在学校 我觉得不太适应 就是特别的没错 好 好 谢谢 谢谢